挣钱 赚钱和造钱 来我问你个问题 这三个哪个是主动收入 哪个是被动收入 有没有发现 只有造钱才是被动收入 什么是造钱 我今天搞个印钞机 在家里印 刚开始我可能需要经营 需要管理 当我把所有东西弄好以后 它每天都随便印就完事了 那我就拥有被动收入了 赚钱 你需要钱 你需要成本 但是造钱 不需要钱 不需要成本 很多人说 老师我今天没有钱 就是因为我没有钱 所以我没有钱 我没有 你怎么不去创业啊 你怎么不去投资啊 我也想 我没有钱啊 我没有本金啊 那我问你个问题 马云史玉柱 郭台铭 王永庆 李嘉诚 黄光义 乔布斯 比尔盖茨 马斯克 周文强 我们这些人也是一开始就有钱吗 马云最开始有没有钱 李嘉诚最开始有没有钱 马斯克最开始有没有钱 没有 那我们是怎么做的 无中生有 造钱 所以当罗伯德青奇讲课 赚到第一桶金以后 当安东尼罗宾还在讲课 今天还在讲课 来我的老师 罗伯德青奇去干嘛去了 他把他的课程讲的每一句话 把他变成文字 把他变成书籍 开始去卖书去了 他一堂课卖两万美金 但是这两万美金的课 把他变成了一本书 叫父爸爸穷爸爸 叫父爸爸财务自由之路 叫父爸爸投资指南 叫父爸爸聪明的孩子 父孩子 叫父爸爸提高你的财商 叫父爸爸女人一定要有钱 就是他把他的所有 卖几万块钱的课 变成几十块钱的书 因为到最后 他的书籍在全球 畅销是几千万册 现在还在卖 现在还在卖 他每一年就靠这个书 就已经实现财富自由了 源源不断的钱 他不需要讲课 讲课对他来讲是玩 能听懂我在说什么的 请举手 来最近有一部戏 特别火叫狂飙 来在座各位 有看狂飙的举手 你们知不知道 狂飙这个电视剧 这个电视剧很有意思 当年的那个作者 就是那个导演 在导狂飙这个戏的时候 高启强 如何改变命运呢 要看书 然后就跟张艺老师 在这里商量 你要给他推荐一本书 让他从一个卖鱼的小贩 能够变成黑社会老大 那怎么做呢 就像美国做局一样 得做局呀 对不对 怎么做呢 想到了一个办法 给他看一本 当下 因为那个故事 拍的是两千年左右的故事 两千年有一本书最火 你们知道最早 其实张艺 也就是安心那个角色 给高启强的那本书 但不是孙子兵法 是穷爸爸副爸爸 真不跟你开玩笑啊 你们自己上网去查 就最开始准备 给他一本书 叫穷爸副爸爸 然后呢 导演跟在 在这个道具组商量的时候 然后那个安心老师 讲说好 这本书当年我也看 火遍大街小巷 对 就给强哥这本 穷爸副爸爸 然后就让道具组 去买书 你知道吧 然后道具组 跑了一圈说 导演没买到 我买到一本孙子兵法 要不就用这个 臭得了 真的 这是真事啊 后来这部剧火了以后 导演讲了这个故事 我们中国 父爸爸出版社 马上就在微博上 爱他的这个 狂飙剧主 说这是我们的问题 下次拍 狂飙二的时候 我们派人把书 给你送回去 就在座各位 高启强 如果当年 看的不是孙子兵法 看的是 父爸爸穷爸爸 我告诉你 他的结局 可能会截然不同 真的 因为孙子兵法 讲的就是阴谋阳谋嘛 不管什么谋 只要能够把敌人干掉 就是好谋 但是穷爸爸 父爸爸不一样 穷爸爸 父爸爸讲的价值观是 我们要财富自由 但是财富自由 有两个先决条件 一个是人身自由 一个是时间自由 我只有实现了人身自由 实现了时间自由 我实现财富自由 才有价值 才有意义 如果今天我为了赚钱 不择手段 再说各位 你赚到再多的钱 到最后 等着你的是一颗子弹 等着你的是一个监狱 来 你连人身自由都没有了 请问要再多钱 有什么意义 来能听懂我在说什么 请去说 所以你会发现 学完财商的人 他反而不会想方设法去赚钱 没有意义 而且还有 这是罗伯德清奇 经常跟我们讲的一句话 他说 我非 就是再多个 我问你们个问题啊 你觉得那些卖白粉的 很赚钱是吗 那你知不知道 我觉得卖书 比卖白粉还赚钱 就是每一次 我拿到 罗伯德清奇的 富霸球霸系列重书 在闻的时候 闻到的是钞票的味道 那一本书的成本几块钱 他一印49 他一印68 他一印89 能听懂我在说什么吗 在中国属于卖的便宜的 你能听懂吗 在中国 你知不知道 富爸爸重书 在新加坡卖 都是几百美金的 在中国各位 148美金 什么概念 那哪是在印书 那是在干嘛 那是在印钱 源源不断的印 往死里印 那成本几乎没有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在座的各位 当你满脑子想的是 如何挣钱的时候 你只能成为社会的底层 当你满脑子想的是 如何赚钱的时候 你的认知会受限 因为赚钱的赚 是一个背一个奸 你要用钱才能赚钱 而当你的思维 是如何造钱的时候 你就接近了宇宙真相 叫无中生有 写上一句话 天下万物生于有 而有生于无 天下万物生于有 而有生于无 所以你真的以为财商 就是你们想象的 教我们如何赚钱吗 不是 财商的真正的定义 我不能告诉你 你得自己误 但是我可以在这里 稍微提示一下 如果你们真的很熟悉我的话 你会发现 其实我线下课并不叫财商 我线下课叫财道 我所有的课 财商之道 经营之道 远说之道 均是以道观之 你知道为什么 我要把财商这两个字 升级成财道吗 因为它才是财商的本意 财商的真实定义是什么 如果能够赚到源源不断的钱 很简单 那就是要想赚到钱 首先得找到 找到什么 找到道 所以看似周老师是讲财的老师 实际上不是是讲后面的那个道 有了财不一定有道 有了道就一定会有财 全天下所有的一切皆是道 大道无形生育天地 大道无情运行日月 大道无名生养万物 无不知其名强民约道 想象一下 如果此时此刻的这个讲台 就是宇宙的全部 我就是你 一个茫茫人海的一个普通少年 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 都不是偶然 都是带着使命来的 你的使命就是你这辈子的道 假如说中间的这条缝 这条缝就是我的道 我走在这里的时候 我是不成功的 我走在这里的时候 也是不成功的 我一不小心踩到道上了 就成功了 瞬间赚到钱了 瞬间崛起了 瞬间又名气了 但是我一不小心又 又走出这个道了 我就又失败了 所以我经常讲这么一句话 在没有觉醒以前 这个世界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于偶然 觉醒以后 成功才是必然 什么是成功 成功只是你做了一件事 那件事一不小心 与道合了 叫合道天成 失败只是因为你做了一件事 那件事一不小心 与道背离了 叫背道而亡 来把这句话写上 在没有觉醒以前 人世间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于偶然 而失败是必然 在没有觉醒以前 人世间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于偶然 而失败是必然 成功只是你做了一件事 合道了 合道天成 失败是你做了一件事 背道了 背道而亡 所以我们能否成功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道 那我们如何能够 与道合 取决于什么 对 取决于觉醒 今天灵性叫觉醒 当年的佛祖把他叫开悟 我们道家把他叫做得道 是一个意思 还写上三个词在本上 得道 或者叫开悟 或者叫觉醒 当我得道以后 我发现了 这一条就是我的道 那我这辈子只走在我的道上 我是不是可以永远成功啊 就是这样 马云说 阿里巴巴的使命 愿景 价值观 就是我们的道 我们的道就是让天下 没有难做的生意 我发现我所有做的事 只要是不偏离轨道的 我全成功了 但是请问马云有没有失败过 马云阿里巴巴集团 曾经做过两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布局 第一个战略布局是什么呢 来讲到布局了啊 他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布局是什么呢 他要收购了中国雅虎 要做搜索 跟百度分庭抗力 因为那个时候在PC时段 在PC那个阶段 我们所有人的入口都在百度上 在搜索引擎软件上 阿里巴巴没有流量 阿里巴巴希望要流量 就拼命的在百度上扫广告 而百度是他的竞争对手 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想 我要干一家搜索引擎 把百度干掉 所以收购了中国雅虎 然后但是到最后 请问这件事他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他失败了 后来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 所有的流量又跑到了微信上 用社交软件 我们每个人每天都用社交软件 所以那个时候 马云又想做一个 跟腾讯分庭抗力的产品 叫来网 也是一个社交软 类似于微信 请整个集团公司之力做 来做成功了没有 又失败了 后来马云在做总结会的时候 就反思 为什么我们做来网 做亚伙会失败 因为我们做这两件事 其实跟让天下 没有难做的生意 这件事没有本质的关系 只是为了跟竞争对手竞争 我们做天猫 我们做淘宝 我们做支付宝 我们做菜脚物流 我们做这些可以成功 因为这些所有的工作 都是在推动 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这件事 能听懂我在说什么的举手